為在淡水紅樹林捷運站後方 有一條連接淡水捷運站往關渡橋的自行車道 不過在中間有一段長240公尺的木造車道 從今年4月份開始因為有民眾反映 車道年久受損 每當自行車騎過去就會有明顯的跳動 就是因為這條木站道的橫向木條鬆動 固定鐵釘鬆脫 造成車道路面會有上下崎嶇不平的現象 因此在議員爭取之下 市政府就開始封路整修 到今天整修完成並且開放通行 從8月開始一直整修到之前已經完成 今天要做一個開放啟用 所以說我們騎自行車的朋友 騎到這一段的時候就不用再繞到外面 很危險 可以再走在我們自行車道 安全又舒適的地面 希望大家來多多使用 由於這條木站道是在民國90年 由當時政公所建造 在之後只有零星的小維修 由於木站道的位置 在紅樹林保護區旁邊 平均每天有500到1000輛的自行車進出 因此決定進行整修 但是在整修期間 自行車騎士只能夠騎到馬路上 現在完工了 曲公所表示 現在的鋪面讓鐵馬族可以騎得更放心 我們紅樹林自行車的木站道 之前是用木頭來做鋪射 騎在上面它會喀喀喀喀喀的 那在平穩上可能也不是那麼好 那現在我們高灘處把它改成水泥鋪片 那這會更平穩 騎起來會更舒適 這部分也希望大家能夠好好來享受這段新的我們自行車道 由於原定施工封閉期間 因為受到颱風影響除袖油漆等工作受到耽誤 故延後20天在16號的時候就可以回復通行 而自行車騎士可以走進涉水岸自行車步道 來往紅樹林淡水 而現在的水泥鋪面也讓騎士可以行得更舒適 記者是段一淡水採訪報導 支持核體 支持核 transmitt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